百业齐心拼经济 智慧升级赢未来为刺激台湾全面性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 政府部门日前针对新冠病毒造成台湾全面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 物价高涨为刺激经济推出总金额于新台币1150亿元以上的振兴券 期望能造成复苏与重振的效果 有鉴于台中购物节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购物活动 累计已创造于422亿元的营业额 台湾民间业者也纷纷加码响应 康熙健康公司林品生总经理表示 为庆祝康熙健康公司在台中购物节期间 获选为台中市的优惠店家 造成该公司的业绩成长 因此特别加码百万号照要筹办民间版的台湾购物节摸彩抽奖活动 康熙健康公司愿意提供该公司价值百万元的各式各样精美产品 增加民众参加台湾购物节活动的买气 记者邹志忠报道 大家好 我是康熙健康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林品生 目前也是中华物丰林家公宝地国艺术中心总院的副院长 最近很荣幸又受到我们这个优貌金乐平台 聘请来担任他们的文化艺术院的院长 那刚好最近之前政府有推动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叫做五倍券的振兴经济的一个方案 来刺激这个民生的经济消费 那为什么这么来刺激这个经济呢 因为呢刚好在这两年都有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 影响到我们的百业萧条 那最近呢又受到我们所谓的这个乌恶的一个战争影响 那影响很大不只是有涨价啦甚至连鸡蛋涨价还 买不到那还有很多的股物类的东西都在涨价 那这个是真的是全民叫股连天 那还有台湾是全民股民股市还跌得大家受不了 所以呢我想很多的不管是企业还是我们的民生 甚至我们的消费者在这个经济的压力真的是比以前还要巨大 那在这么巨大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生存下去 那所以呢最近呢我就跟几个爱新公益企业 大概一起来号召一个台湾购物节 那这个预定我们要号召108家的爱新企业 那这个号召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也是响应政府补备券振刑方案的概念 我们希望借由就是刺激消费 刺激消费每500他就有摸彩的机会的情况下呢 让这民生的一个经济呢 还有一个所谓的钱可以做流动 那这个活动的办法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当我们这个累积消费一亿的时候 会取出1000万出来抽奖 那这个抽奖里面其中会有100万是现金 那另外900万就是爱新企业所提供的一个产品的奖品 那希望呢我们本来在怎么消费也是没有回馈的 那希望借由回馈来刺激消费 像我个人的经验在之前的这个政府所推的这个振兴券的方案 甚至还有我们之前有台中购物节的方案 这个我就会想去消费 因为呢我发现拿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振兴我背券来讲呢 店家都会提供优惠 那我们就会比较兴趣消费 那同样道理 我们也是希望啊 只有这个108家的爱新企业所提供这个台湾购物节 我们给这个消费者有一点的所谓的一个福利 或者是优惠来刺激他运消费 那运消费的话我们讲的钱能流动 那这样的话呢各行各业才有活水 所以这个活水很重要 因为呢钱是靠转动或者是滚动的 那你能转动的话呢就是你有在这边消费 那他有钱了才会去另外一个地方消费 这呢制造了一个所谓的就散循环的经济 所以呢我就愿意站出来一起来响应这个 所谓的我们这个爱新公益的台湾购物节 那这个购物节呢我想呢 虽然不一定啊可以做成非常大的影响力 但是就像政府这个活动的概念 他对这个经济的刺激是有效果的 所以我也希望还有其他的企业家有爱心的 我们可以先来一起响应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可以圆满的筹备起来 顺利来进行 而对我们全国的不管是企业 还是我们的这些消费者老百姓 这经济上是能够有一个活水能够有一个滚动的作用 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台湾购物节呢 最主要的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响应 因为在这种疫情期下很多企业也会认为说我的企业就已经做得不好了 为什么还来在响应这个活动 其实呢有时候呢我们必须逆向思考 就是因为你愿意参与了才能够真正的转动才能衍生新的商机 如果大家都不动 简单说就是一滩死水 那都不动的情况下你还如何跟人家做一个互动 那企业108家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光你108家做一个整合结盟也不容易 而且108家互动可能还可以B2B产生新的商业机会 再来一样你有了这样的企业之后 这对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讲的吸引力才会提升 因为有越多的企业来参加那他能够去消费的地方越多 这样才能够集结更大的一个民众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像你想想的 虽然我们是一个螺丝钉 但是你希望不要小看自己 因为一个螺丝钉就可能造成一个机器完全转动不了 但是呢如果事倍齐全 企业家齐全 那转动得了 那这产生的效果跟商机就会非常大 那之前我也常分享一个能量的概念 就是说我相信宇宙是有能量存在的 愿舍即得 当你愿意把这个能量释放出去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愿意付出 那将来在这个宇宙上会存在能量 而这能量会进入在一个某个宇宙的地方 当你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回来 所以我把它形容说这是一个黑盒子 黑盒子的概念说你不要管他什么 你只管input 输入进去就对了 他自然就会输出出来 那以前也常很多人问我说 诶,为什么是这样 我说人的通病就是自主的主观意识太重 他认为一定这么发展 可是呢这个世界跟着宇宙 却刚好不是这样 所以我常也分享一个我的作物名 叫心念是极具威力的 当你愿意往好处想 然后往好处去思考的时候呢 这个的能量就开始转变了 那你就会慢慢往好处的发展 那我们刚提到台湾构结也是一样 看似我们现在在一个经济 还有战争 还有疫情的恶劣环境之下呢 但是各位要思考一个 人家说危机就是转机 这时候呢我们的企业还有老百姓应该思考 如何在这个危机之中寻找未来的大商机 那既然是这样 所以我才会来一起号召说 集合我们108家的爱心公器 一直来参加这个台湾构结的活动 因为呢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危机中的一个新的商机 一个转机 只有大家一起努力 刚刚讲的能量会开始起变化 会开始转动 这就是人家讲的只要你愿意相信 相信的力量很重要 只要你愿意相信 一切都有可能 所以我常讲一个 凡我能量聚集之处 都将心想事成 如果各位跟我一样相信这些话的话 我相信你们也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活动 能够更顺利的来进行 那相信呢 它造成的影响力也是会非常大的 就好比说 各位应该有听过所谓的蝴蝶效应 在某某地方的蝴蝶震动一下 另外一个地方已经产生大地震了 一样 我们在这个糖果节稍微震动一下 会对全国经济 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希望呢 大家一起来共襄圣局 那我们把爱传出去 然后呢 大家一起做公益 谢谢